hello 上几个的话我们是对这个UIL组织部分以及这个HDP协议啊 做这个简单的了解啊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HDP协议当中其他的一些这样的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的话也是以后我们在写这个爬虫程序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第一点啊 就是长运的这个请求方法啊 在HDP这个协议当中定义了总够定义了八种请求方法 好吧 有哪八种方法呢 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百度里面去搜索一下 好吧 那么这话我们大家就来看一下百度是吧 然后搜索一下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呃 请求方法啊 请求方法 然后随便点一个看一下啊 随便点一个看一下 有get的请求 有那个head的请求 有post的请求 有pull的请求 有delete的请求 有connect的请求 options options的请求 有trace的请求 对吧 总共有八种啊 当时我们啊 在 实际开发当中啊 这些网站的话 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啊 一种是get的请求 一种是post的请求 好吧 一种是post的请求啊 那么我们这的话就对这两种方式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啊 get的请求啊 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会使用到这个get的请求呢 只要是从这个服务器上面去获取数据啊 我们只从服务器上面获取数据 并不会对服务器产生 并不会对服务器的状态产生是任何影响 那么这种情况下下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get的请求 比如说我们要从服务器上面去获取一个sml的一个这个页面啊 我们要从服务器上面去获取一张图片 要获取一个文件 那么这次的话 我们就采用的是这个get的请求啊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采用这个post的请求呢 一般情况啊 我们一般像 我们要向服务器发送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注册的时候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是因为要加我们的用户名 我们的邮箱 我们的密码 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发送给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拿到以后 再把它给进行验证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这的话这些操作好 我们就会采用这个post的请求啊 其中还把握什么呢 上乘文件啊 也是采用的是这个post的请求 那么这些post的请求的话 他会对服务器的资源产生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这的话 我们就采用的是这个post的请求啊 就会采用这个post的请求 好吧 哎 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啊 希望大家后期的话 也一定要学会啊 后期的话 我们在爬中的时候会经常要去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网页 他用的是什么样的请求 对吧 那个接口用的是什么样的请求 那么的话 你用代码去发送这个请求的话 肯定要跟他预定的那个请求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请求成功 好吧 才能够请求成功啊 好 那么我们这番还要来说明一点 是不是呢 以上是网站开发当中采用的两种方法啊 并且一般情况下的话都会遵循我刚刚说到的这两种原则啊 就说如果只会对服务器上面啊 只会从服务器上面去获取数据啊 不会对服务器上的状态数据尝试影响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采用get的请求 那么如果你是对服务器上面 你是会发出一些数据给服务器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采用是个post的请求啊 一般情况下 这些网站都会遵循一个这样的原则啊 但是有的网站的话和服务器啊 他为了做这个反扒准机制啊 也竟然会不会按照这个常理出来啊 有可能一个什么呢 一个应该使用get的请求 一个get方法的请求 他就一定要采用post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那么大家以后在做这个扒准程序的时候 你也要看情况而定 好吧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什么 你觉得该用get的请求 你用不get的请求 你一定要看一下他发出这个请求 到底才能是get的还是不死的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种vy情况 好吧 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Lago网站这个网站的话 它里面的数据算是比较珍贵的 对吧 比较有价值的啊 因为上面的这些数据的话 基本上你呃 你可以从这个数据 从这些 职位数据上面看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某个职位 它的一个平均薪资啊 它的一些证的信息 还有一些证的走势的一些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上面的这些数据的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Lago网的话 它其实就做了很大的扒准机制啊 它就做了很大的反扒准机制 做到很强的反扒准机制啊 别说我们现在输入一个python啊 输入一个python啊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检查一下啊 来检查一下 然后来到network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啊 来点一下 第二页啊 注意哈 我们第二页的话 我们是要去查看一下第二页的它的这个python 这个啊 这个这些职位 这些职位信息 对不对 那么按道理讲的话 讲道理的话 这个我们去请求 我们去获取这个职位信息 是不是应该采用的是get的请求啊 对不对 讲道理的话 应该采用get的请求啊 但是这个Lago网的话 它为了去做这个反扒准啊 它就将这个请求不是变成get的 而是变成那个什么呢 而是变成那个post的 明白意思吧 这的话 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哈 然后的话 我们点一下第二页 然后我们再滚动到最下面 然后这个地方选择下 第一个那个网的请求 然后右边的话 就会显示你当今那个请求的一些这样的参数 一些这样的参数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general general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那个请求的ul啊 它这地方请求的ul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好 那么呃 这个请的是这个一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他请求的那个什么呢 request and message的请求方法是什么那样的请求呢 是post的请求 看到没有 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get的请求的啊 我们这个Lago网 它就变成post了 所以的话 你就在以后做做这个什么呢 爬准的时候啊 你就不要想当然啊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get的请求 那的话就在那里不断的死 不断的在那里试 是吧 你就要看一下哈 你就要去分析一下 你就要一定要眼见为实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他这一份到底才能什么样的请求啊 好 那么是这一个啊 是这一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下面一点啊 是我们这个请求头常见的一些这样的参数啊 我们呃 我们呃 我们的那个网站哈 它为了做这个反爬入就是有些时候的话 它也会经常在这个请求头当中去做一些这样的判断 去做一些这样的识别啊 那么我们的话经常啊 会 就说如果我们作为爬出这一边的话 我们经常会去定制一些这样的请求头 定制这些请求头的话就相当于是啊 伪造就相当于是伪造你自己的一个这样的身份一样 对吧 本来的话 你应该 你你的身份的话就是一个爬充程序啊 那么的话你家 比如说家是一个家是一个user agent啊 来将你自己这个爬充程序给它伪装成一个浏览器 对不对 给它伪装成一个浏览器啊 好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跟大家啊 去讲一下啊 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 hp 写页当中好 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其中数据的话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就是放在第一部分的这个数据 就是放在这个url当中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去请求这个拉勾的这个数据 首先第一步它这个数据的话 它是通过这个查询资讯的方式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它是放在我们这个url当中啊 放在url当中 好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把数据放在这个body当中啊 当然你把数据放在这个body当中的话 前提是你这个请求是采用的是一个post的请求 明白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那它采用的是post的解决 对不对 那么的话 它就在这个body当中 就是这个form data里面啊form data里面的话 它就放了三个数据啊 一个first等于force pn代表的是第几页啊啊 kd的话 就是那个关子啊 他就会把这三个数据放到我们的这个body当中也在这个浏览器里面的话 它叫做form data啊form data啊 其实就叫做放在body当中啊 好 再来看一下是什么呢 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放在这个请求head当中 就是放在这个head当中 就是现在我不要跟大家讲的啊 比如说还是拿我们的现在这个地方来讲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 叫做requesthead 就是请求头啊 当然还有响应头啊 还有响应头 响应头的话是服务器返回给你的这个头部信息 这个请求的话是你在请求拉高这个网站的时候啊 这个浏览器它会自动的 接上将这些数据放在这个请求里面 放在这个请求头里面 发送给服务器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请求头里面啊 有这个请求头里面 有这些数据 对吧 这些数据啊 然后这里面的话有很多这些数据啊 有很多这些参数 我们的话呃 常用的啊 就是说常规用到的啊 我们就是啊 这里面要跟大家讲到的三个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user agent啊 user agent的话是那个浏览器的名称啊 这的话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 在这个在网络盘中当中的话是经常会被使用到的啊 你基本上只要去写这个盘出程序 基本上啊 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话 你都要去定制这个user agent啊 基本百分之八九十多 要去定制这个user agent啊 在这个我这个在网络盘中的话啊 在请求一个网页的时候啊 服务器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啊 来判断你当前这个你当前这个身份 对吧 如果你没有去定制这个user agent的话啊 那么你的user agent呢 就是python 如果你要python去请求网站那个服务器啊 如果你没有定制这个user agent呢 他默认的这个user agent呢 是python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服务器那边的话 我一看你的user agent呢 是python 就相当于是你已经将你的身份亮出来了 你就是一个扒充程序 对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毫无疑问 我肯定会啊 将这个请求把你封掉了 对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爬去不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啊 那么对于那些啊 这个地方讲过了 是吧 所以的话啊 我们作为一个扒充程序的话 我们肯定不想让服务器识别出 我们是一个扒充程序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就要去伪造啊 就去呃 伪造一个这样的user agent呢 就相当于是改了的话 我们肯定不想让服务器识别出 我们是一个扒充程序 对吧 对吧 这个画面啊 将自己到这个什么呢 呃 本来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扒充 然后我设置下这个user agent 这样呢 这个user agent 设置为什么 设置为普通的浏览器 那么这样的话 服务器拿到这个user agent的话 他拿到这个东西的话 是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真的user agent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不知道你当机这个呃 程序 当机这个请求到底是由扒充 发出发出的 发出的 还是由这个浏览器发出发出的 对 比如说 我们还是来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个请求头当中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user agent 看一下啊 user agent啊 然后这地方他是不是mosla 5.0 然后是那个app applewebkit 然后的话是chrome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这一串这个东西的话就标识啊 当前这个啊 请当前他自己的这个身份 当前这个身份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谷歌浏览器啊 对 所以的话 我们一般去发送这个网上解决的话 我们在写这个代表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个user agent 设置为这个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以后的话 哎 这个服务器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谷歌浏览器啊 对 对 所以的话 我们一般去发送这个网上解决的话 我们在写这个代表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个user agent � 所以说服务器他即使拿着user agent 识别出来的也是这么一大成字符上 他就不知道你这个请求到底是有谁发送的 到底是有爬抽还是有什么发送的 对 好 那么是这一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哈 第二个的话是refer啊 是引用的意思啊 表明当前这个请求是从哪一个ur过来的啊 这个啊 一般也可以用来作为那个反盘中技术 反盘中技术啊 比如他们他们有些时候啊 有些页面的话 你是可能只有通过某一个链接才能反复过来了啊 那么这的话我就通过啊 这个refer这个来访问啊 那么这个refer是这样的哈 比如说你现在是什么呢 你现在是在第你现在是第二页是从第一页过来的 对 你现在第二页是从第一页过来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refer的话 他就是等于你第一页 你再访问不到我当前这这个ur的上一页的那个ur 是吗 那么就是从这个ur过来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服务家哈 他也会通过这个refer refer通过这个东西去判断你当前这个请求是有爬充请求到的 还是有什么请求到的 明白是吧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去啊 想要去啊 让让这个服务器啊 不能够识别出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请求是爬充的 那么的话 我们最保险的方式也将这个refer这个属性把它给设置一下 好吧 那么是到底设置为什么样的到底设置什么样的值 很简单 你只要去请在流浪器当中去请求一下 比如说 我们想要去获取拉勾第二页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的话 我点一下第二页 看一下他这个发送请求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啊 发送的什么样的参数 那么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参数设置到我们的程序当中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好吧 好 那么这样呢 讲的话 可能大家还有点晕 是吧 后期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去讲一下啊 讲讲讲 讲一下怎么去做那个实际的爬充 好吧 大家先不用着急啊 先不用着急啊 这个地方你先了解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cookie啊 就是cookie啊 就是cookie啊 cookie这个东西的话啊 是这样的哈 就是我们的hp协议的话 它是无状态的 什么叫做无状态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请求拉勾这个网站 对不对 那么你第一次请求的是第一页的这个数据 那么如果你再去请求第二页的这个数据的收 那么是不是相当于是同一个人发送的两个请求啊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hp 因是因为是无状态的 那么我们服务器的话 就根本就不能够识别出你当起这个请 当起这两个 这两个请求 但是否是由同一个用户发起的啊 是否是由同一个用户发起的啊 那么这的话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hp协议当中啊 就增加了一个技术叫做什么呢 叫做cookie 那么这个cookie的话 它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hp协议无状态的 那么它是怎么去解决呢 它是这样去解决的啊 比如说你第一次请求拉勾这个网站 对不对 那么的话 他就在你第一次请求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就服务器啊 他就在这个请求的响响应里面 然后设置一些cookie 设置一些cookie 那么的话 你你这个浏览器接受到这个响应 接受到这个页面以后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浏览器啊 他就会自动的将服务器返回过来的这个cookie信息 保存在我们浏览器里面 保存在浏览器里面啊 那么下次你再去给拉勾网发送一个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这个浏览器啊 他就会自动的将服务器返回过来的这个cookie信息 这个浏览器 他就会自动的将这个拉勾网站下面的这个cookie信息再次发送给那个服务器自己啊 他会自动的啊 再把把这个cookie信息携来发送给那个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的话 拿到这个cookie以后啊 他就知道哦 原来你是上次那一个人 明白 是吧啊 这个cookie信息的话 这个cookie的话只是相对是一个盒子啊 相对是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的话 我可以存入一些一些这样的呃 可以识别这个人的一些这样的信息 对不对 比如说我可以识别你的这个啊 我我随便啊 我随便尝试一个这样的V1ID 然后从中的里面 那么你第一次请求的话啊 你已经有了 那么你第二次再去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还会把这个V1ID写的给我啊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知道啊 你第一次请求和第二次请求 这两个请求是同一个人发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cookie就相对是起到这个作用啊 就是用来识别这个啊 用户的啊 啊 那么我们的网站开放当中哈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的话 也是通过这个cookie 就是我们的那个登录和登录的那个功能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登录进去以后 为什么我在这番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进登录完之以后啊 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网站可以可以知道我当前我是谁 我我我是否登录了 那么其实这个啊 呃 这个技术的话 其实底层也是通过这个cookie来实现的 好吧 所有的话哈 这个cookie这个东西的话 呃 后期如果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需要登录的才能完成的一些这样的操作啊 比如说我们去呃 请求一些这样的网站 请求一些这样的页面 当时那些页面的话是必须要啊 必须要登录以后才能进去访问 那么这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这个cookie信息 好吧 就可以设置这个cookie信息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讲一下啊 下面一个哈 是长期的那个状态码 对吧 呃 这个状态码的话 大家也是需要熟悉的啊 需要熟悉的 就是有些时候啊 这个返回这个状态码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对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也是常用的哈 当然好 这个sdb这个协议当中的话 不不仅仅只有这六个状态码 还有很多很多啊 感谢你同学可以在百度里面搜索一下 好吧 可以去找一下啊 这里面的话就有写的比较详细的啊 写的比较详细的 看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对吧 写的比较详细的啊 那么如果感谢你同学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列出了 我们啊 呃 呃 实际啊 开发当中 就是实际网站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好吧 好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200 那么200的话代表的是那个请求正常 就像是亮的绿灯一样啊 亮的绿灯一样啊 请求正常 然后是服务器正常的返回的那些数据啊 当然哈 这个地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虽然这个状态码它返回的是200啊 但是有可能的话 呃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设计这个usage呢 那么被服务器发发现你当前这个请求是一个爬虫程序 对吧 他就会什么呢 他就会假装返回一个数据给你 然后将这个请求状态码也设计为200 然后当时返回这个数据的话 它是返回一个假的数据给你 所以的话 你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啊 这个状态码虽然是200 拿到这个数据以后 其实是一个假的数据 所以的话 这个200哈 你不意味着不代表什么呢 不代表这个数据是就是正确的 这个200只能是只能是认为你当前这个请求啊 包括从你从你这个浏览器 从你这个代码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响应给你 这个过程是正常的 这个过程是正常的 但是具体这个数据是否是一个啊 正确的数据 这的话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是那个什么呢 301 重立 301 301的话是那个永久重立下啊 什么叫做永久重立下呢 比如说我们在访问那个京东.com的时候啊 京东这个全程京东.com的时候 因为京东这个域名是比较长 那么京东这个网站的话 它是准备将这个域名把它给飞弃掉了 所以的话 如果你在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重立一项到啊 3w.gdo.com这个网站上面啊 他就可以给你做一个301的一个这样的重立下 301的重立下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是永久的啊 就是永久的 就说你以后不用再去访问这个域名的 你直接访问这个域名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301的重立下的话啊 对于我们那个suu化还是比较有利的 还是比较有利的啊 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引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右键来检查啊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来输入3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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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com啊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 把这个 把这个把它给勾取上啊 这个的话 如果把这个勾取上的话 他就会不会把之前的一些这样的信息 把他给一些证的网络把它给刷新掉 我们把这个勾取上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来走一步啊 来走一步 哎 他这地方来到激动领看吧 对不对 我们这地方可以看到哈 他这地方是不是发发生了一个301永久性重立下呢 看看啊 对不对 他是重立下的哪里呢 重立下到呢 这个激动领看吧 因为这个京东领看吧 这个的话是已经被废弃掉了啊 就是说不要再去访问了啊 所以的话这种就叫做永久重立下啊 永久重立下啊 好 然后的话301的话就叫做什么呢 零食性重立下啊 什么情况下会需要使用这个零食性重立下呢 呃 重立下要跟大家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当前访问这个这个页面 当时的话 我们服务器他给你重新啊 重新定向到另外一个页面了啊 那么这种的话就叫做重立下 好吧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302是零食性重立下啊 零食性重立下是什么啊 是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这个零食性重立下呢 比如说你再访问一个啊 需要登录的页面的时候啊 而此时你没有登录 那么这的话 我们这个网 我们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应该让你先跳转到登录页面啊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零食性的让你跳转到登录页面啊 那么这种的话就叫做零食性重立下 好吧 就是302啊 好 400的话代表的是请求的 UL 在服务器上面找不到啊 就是400错误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京东上面啊 在这个京东上面 我们随便输入一些东西 对吧 比如说浪机放车输入一些东西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啊 400错误 就是您要找的这个页面是不存在的 对吧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400错误 就是你这个UL错误了啊 在UL在服务器上面找不到 服务器上面已经没有这个UL了 好吧 啊 那么403的话是服务器拒绝访问 是全线不够啊 比如说你没有登录啊 你没有全线去访问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403啊 然后500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服务器的内部错误啊 有可能就是服务器它啊 服务器本身里面的这个代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 比如说啊 服务器的这个代码 它出现了一个除零操作啊 抛出的一个异常啊 这个服务器代码里面出现的一些异常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500错误 好吧 500错误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抓包工具哈 就是我们这个谷歌这个浏览器啊 这个谷歌这个浏览器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开发者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还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我们经常以后在讲这个呃 网络扒准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会使用到这个东西啊 去啊 分析这个网页啊 以及分析这个网页上面的一些这样的网络请求 好吧 那么用法的话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见证过很多次的 对吧 就是这个一个地方 我们右键 然后点击这个检查 点击这个检查的话 底部的话就躺出一个人的选项环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跟大家讲一下几个啊 好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默认情况下就是这个elements啊 elements的话 就是你当期这个网页掌兴出来 它是由哪些代码构成的 明白是吧 就是有哪些代码构成的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网页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啊 你基本上写完了一个网页 你只要访问给浏览器了 那么别人都能够啊 看得到你看得到你这个网页长什么样啊 是有是有是有哪些代码构成的 是有哪些代码构成的啊 后期的话 我们在讲在在写那个爬抽 我们要去爬去一张网页当中 一些这样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对这张网页 它的这个呃 代码这个结构来进行分析 明白是吧 那么左边这个elements的话 就是长是这个网页 它的一个这样的结构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好 那么控制台 空手啊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控制台啊 控制台 控制台的话就是啊 一些gs代码 它经常会在地方输出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的话 用的一般不是很多 用的一般不是很多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sauce的话sauce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是啊 你这个网站上面有哪些文件组织呢 有哪些文件组织呢啊 呃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有那个error 2.1 2.asb 对吧 就是由这个网页组织呢 就是由这个网页组织呢 就是由呃 你这个这个 这个左边这些东西哈 其实就相对是什么呢 相对是 这个京东它服务器上面 它组组成这样的网页 需要用的哪哪些文件 需要用的哪些的文件啊 那么这些文件的话 它全部在这个地方给你列出来了 全部在这个地方给你列出来 有没有意思啊 那么这的话就是一些文件啊 一些文件啊 好 那的话 还有是这个network啊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去查看我们的这个呃 流浪器 我们这个当请求当请这个网页的时候发送的哪些请求 对吧 那的话 如果你想针对某一个具体的请求 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请求 走的什么样的操作 那么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点一下 选择具体的这个用啊 然后的话去 呃 在右边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啊 在右边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好吧 一般我们选择这个Heads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就够了啊 好 那么是这部分好吧 呃 哦 我这个流浪 谷歌流浪器 这部分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后期的话会经常用到啊 那么呃 如果这部分你还是不是要怎么用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再讲那个爬竹的时候 我们也会经常跟大家讲如何去用啊 你也会用呢 好吧 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事情啊 那的话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什么呢 这个这个叫做prefer log啊 你看一下他这个地方的提示啊 他这个地方的提示啊 他这个地方的提示 是什么呢 do not clear log啊 看到下面这部分啊 do not clear log on page reload啊 就是不要清除这个啊 不要清除下面的这些什么呢 这些啊 网络请求的这些日志啊 在什么呢 再重新加载 或是那个 navigation 就是那个重立项的时候 不要把这些的把这些东西给清掉啊 就是有些时候啊 你想去对比好几个 ur 的时候啊 你想把所有的 ur 全部都放在这方 不要让它被清掉了 那么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勾许上 好吧 对啊 那么如果你没有勾许上 比如说我们这一番啊 点一下啊 点一下啊 点一下首页 他左边这些东西是不是就全部都把它给刷掉了 对 之前这些东西 他就会全部把它给刷掉了啊 之前这些东西 之前这些 ur 就会全部把它给刷掉了 那么如果你这边点一下 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点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在顶部这个地方是京都你干过 对的 那么如果我点一下 跳转到另啊 这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啊 呃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来到同一个页面啊 哎 这个也是到另外一个页面啊 或者我这个地方随便输入一个东西吧 可以看 自己重新发送一个请求 但是顶部的这个请求的话 还依然在这个地方 明白 是吧 那么如果你没有勾许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相对是什么呢 它就相对是重新 它就会把之前的这些 ur 把它给勾许上啊 不行的话 我们把这个勾许上去掉 然后我们在这边再来输入这个东西啊 这样的话再走一遍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底部这个东西 它就之前本来是那个京都你看过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了 因为它会把它给清掉啊 那么如果你不想清掉就可以把这个勾许上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东西还可以把它给放到右边 对吧 还可以把它给放到下面 还有左边 对吧 还有把它给单独拿出来 也是可以的啊 把它给大家拿出来啊 好 那么啊 这的话我们就不去那个过来讲解的啊 就不去过来讲解的啊 然后的话 同学们啊 这部分这个chrome的话也是啊 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后期的话 在讲的时候会经常用得到 好吧 先不用着急啊 先不用着急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